距离大选仅剩半个月 近期的民调显示 民主党人拜登在全国层面稳定的大胆领先共和党的特朗普 在关键摇摆州也均有优势 特别是这次民主党破纪录的募款金额 有着更大的财政优势 这也就意味着 最后冲刺阶段有更多的资金来霸占所有媒体渠道 来做竞选拉票 选举分析人士也增加了他们认为 特朗普会输掉选举的赌注 这周知名民调网站538.com 预测拜登的胜率为87% 另一家选举预测机构Decision Desk HQ 则预测为83.5% 鉴于上次拥有较大胜率预测的希拉里意外落选 让民主党看到这次的预测数据 并不能把心搁在肚子里 那么历史是否真的会重演 特朗普如何在最后时刻绝地反击 以下这五个原因很有可能让特朗普再次续筑白宫 首先就是来上一场足以爆炸全国的十月惊奇 时间回到四年前 就在选举投票日的11天前 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 揭露希拉里斯自把政府的机密和绝密文件带回家随便翻阅 使用私人邮箱传递出美国政府大量机密 并且在FBI准备取证前将私人邮箱中大量邮件删除 这个爆料占据了各大媒体头版一整周 不仅让特朗普阵营有喘息的空间 甚至让其最终直接赢得了选举 所以如果类似这种级别的重磅新闻又对拜登不利 可能足够让特朗普连任 拜登拜北 至于这两日 一位CIA前特工爆料本拉登尚在人间 海报突击队遭奥巴马 希拉里与拜登灭口一事 不管是从爆料人的级别 还是放出的证据链 以及媒体和选民的关注度 都不足以对拜登目前的优势产生任何影响 特朗普还是要加油啊 其次 第二种可能就是民调出错 根据2016年的民调经验显示 候选人在全国性民调领先对结果来讲无关痛痒 最重要的是摇摆州的胜率 拜登从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 全国民调一直显示他稳定的领先特朗普 即使在一些摇摆州显示激烈竞争 拜登仍然可以在误差值内保持领先优势 在2016年的大选前夕 一些民调机构在大选选民人数上进行了错误的预测 低估了白人非大学学历的选民人数 而他们恰恰大多支持特朗普 而这次大选的预测 必然会对上次犯下的错误进行全面的修正 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障碍 例如 许多美国人计划首度以邮递投票 共和党人已表明有意挑战邮递投票 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又可能存在广泛舞弊 而民主党则批评说法是想打压选民 如果选民错误填写表格 没有跟随适当程序 又或者邮递存在延误和阻碍 这可能令一些合法选票被取消 从而与民调的预期产生不符 第三种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的总统辩论 第一次辩论荣英事上最差 第二次辩论因特朗普拒绝以虚拟形式出现而取消 第三场辩论便成为了关键一战 民调显示 特朗普强势地打断对手的风格 并不讨好郊区女性 他们是这次选举的主要投票群组 与此同时 拜登算是承受到了打击 稍微平息了一些选民对他年纪过大的忧虑 这是共和党有意加强的论述 如果特朗普呈现较为冷静和具总统风度的一面 而拜登则抓狂和发生一些特别戏剧化的糗事 那大选走势可能会转向有利特朗普 第四就是摇摆州定胜局 正如上文所讲 摇摆州的胜率直接决定这总统大选的结果 得益于美国大选的选举人票制度 很可能特朗普在总票数上落后于拜登 但是他却可以获得密歇根 佛罗里达 威斯康星等摇摆州的选举人票 虽然这些州的选民数少 但是参众两院的议员代表并不少 所以如果特朗普得到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 也就是270票 则可立刻当选 第五则是拜登主动投降 或者犯下重大错误 随着拜登踏上最后的竞选阶段 越来越多的曝光率会增加更多犯错的风险 虽然拜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所以拜登还是有可能主动犯错 送特朗普连任总统 虽然这种情况概率很小 但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好了 以上就是特朗普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下 五种慎选的可能 关于大选的最新动向 我们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